嗨,大家好,我是野村二郎 今天是西游季行 奈戶內海第三集 廣島西爾頓飯店開箱 當你抵達飯店的時候 會先經過一個小櫃台 航路人員簡單的確認身份後 會先留下你的行李 為什麼要留下行李呢? 當你在辦理check-in的時候 你就可以先將你的行李送至客房 這個舉動還真是貼心喔 一開始還以為行李怎麼不見 要去哪裡拿回行李 畫面中的小哥 他是韓國人 但是會講簡單的中文喔 聊過天之後 才知道原來他住過北京一年的時間 有儀化妝 油門 這是飯店複設的手工甜點 当你完成选购后 房屋人员会送至客房 等到要退房的时候 再一起结账就可以了哦 广岛希尔顿饭店 是去年9月开幕的新饭店 是中国加四国地区 唯一一家五星级饭店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室内空间总共有48平方公尺 是一般日本饭店的四倍大哦 一开始在预订的时候 原本只是预订一般的双人床房 饭店还特别升等为 转角加大双人床房哦 五星级饭店就是不一样 有茶包 咖啡机 胶囊咖啡 主要这个矿泉水真是太好喝了 从没喝过这么好喝的矿泉水 开始要来享用五星级早餐哦 入住日本五星级饭店 含三人份早餐 一个晚上要多少钱呢 答案是五千块有早哦 餐厅位于饭店的六楼 除了可以选择室内 还可以到户外的用餐区哦 接下来要介绍饭店的早餐内容哦 首先先讲到餐具 有可爱的儿童餐具 还有成人的磁器走质感日式风格哦 接下来这一区有味噌汤 港式烧卖 还有西饭 白饭跟白饭 那都有一些佐料配料可以自己添加哦 南瓜汤听说蛮好喝的 可是我不爱哈哈 接下来是主厨现点现煮的柜台 首先是热汤面区 今天提供的是乌龙面和荞麦面 面条现煮加入清爽的高汤 可以自己添加配料哦 像我就自己添加了温泉蛋 像我就自己添加了温泉蛋 鱼板 尤其是这个乌龙面 真不是盖的 这一区是熟食的海鲜 今天是鲑鱼料理 再来是主厨现做的欧姆蛋 每一天都大排长龙哦 当主厨问我 想要添加什么配料的时候 我觉得就跟他讲 ZAMB 这样子比较快啦 这一区有各式各样的果汁和茶包 尤其是苹果汁很甜 野菜汁很浓郁哦 接下来要往中岛区域走咯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从刚刚的蒸笼下面 到现在的中岛区域 餐厅都用了很多知名的法国铸铁波 真不愧是五星级饭店 中岛区域主要分为日式、西式和骨片面包区 西式料理有薯球、小松饼、法式吐司、香肠 炒的菇类 还有滑嫩的炒蛋、煎培根等等 如果不想排欧姆蛋 炒蛋也是非常好吃哦 日式区域有散寿司 各式道地的酱菜 蒟蒻、蒟蒻、猪肉、马铃薯、温泉蛋、玉子烧 还有我最爱的明太子跟乌拉皮哦 今天时间讲到我们再来 我们讨厌跟在乌拉皮上面 我们讨厌跟陌生你才能讨厌 到日本回来 我们讨厌 喜欢 Brothers 比较特别的是有日本玄米制的骨片 和饭店自制燕麦坚果能量棒 另外也有整颗的新鲜水果 旁边是面包蛋糕区 一样有提供奶油果酱可以配着吃 其中橘子是这附近的名产 这边有提供橘子果酱 很香喔!有来入住的朋友一定要记得尝尝看喔! 最后这面墙是沙拉、起司、沙拉米和水果 比较特别的是有提供西班牙冷汤 还有广岛当地的特产优洛乳 广岛附近的橘子和柠檬都是很有名的喔! 这里也有柠檬果冻 还有我最喜欢的烟熏鲑鱼 我每天都吃十几片喔! 餐厅的早餐结束后 下午是提供下午茶的buffet 目前是以草莓为主题 所以在入口处你可以发现 像是中岛、电话亭、韦斯牌 都是以红色还有草莓为主题喔! 现在就来看看我们这几天吃的菜色吧! 今天影片就到这边 记得按赞、分享、订阅 并开启小铃铛喔!